恐怖组织ISIS刚刚透过了网络公布画面 宣称他们绑架了两名日本记者 如果日本政府在72小时内没有支付2亿美金 他们就会杀害人质 而在影片当中身穿橘色球衣的就是ISIS 所这个号称绑架的两名人质 分别是在去年就被绑架的自由记者 汤川瑶菜和佐藤健二 汤川瑶菜是在去年夏天就传出了被ISIS所绑架 而后藤健二是为了去营救汤川冒险进入到叙利亚 没想到从此也失去了音讯 如今两人双双的现身却已经成为了人质 目前日本政府还是试图透过相关的管道 确认影像的真实性 而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的日向安倍也取消了部分的行程 也因应了形势变化